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做化学剂量 化学剂量可以告诉你 在一个化学反应中 你投入了多少反应物 会得到多少产物 那会不会有反应物多出来 剩下来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化学反应 来制造一个你有兴趣的化合物 就需要先用化学剂量 来计算看看 一开始到底需要投入多少的原料 也就是多少的反应物才够 那在计算化学剂量的时候 都会照着下面的流程来进行 第一个步骤 但你需要先知道 自己想要做的那个化学反应 它的反应式 你需要知道反应物有哪些 生成物就是产物有哪些 第一步骤要把反应式写出来 那这次要带大家看的例子是 它做了火箭的燃料 火箭是会飞到太空的东西 在太空中没有氧气 所以需要额外加入氧化剂 来把连来氧化 而它使用的氧化剂 可以用四氧化二弹 N2O4 产物就会有氮气 和水 更重要的是会产生能量 而这个能量就可以供应火箭所需 但是因为能量不是物质 我就不把它写进反应式了 那这个反应式算写成这样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反应式 第二个步骤 你需要写上细数 把细数平衡 平衡细数的目的 就是要让左右两边相同的原子 数量应该要相同 像是左边出现的氮原子的数量 跟右边出现的氮原子数量 必须要相同 所以很明显的现在并没有平衡 那这个原子需要相同 就称为原子守恒 必须要遵守原子守恒 是因为化学反应 只是原子重新排列组合 就很像你在玩积木 只是把拼好的积木拆开 再拼成新的东西 那这一小块一小块的积木 就好像是原子 积木拼好 拆开再重新拼成新东西 里面的积木种类 还有积木数量 并没有改变 化学反应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反应中 氮原子 氧原子 氢原子 的数量都是固定的 不会改变 只是重新排列 才产生新的东西 那除了原子守恒以外 要是你的反应室有看到带电的离子 或者是电子 反应室左右两边 它的总电荷量加起来 也必须要相等 叫做电荷守恒 那最后平衡好的反应室 就要看到它的原子 还有电荷数都是守恒的 那一般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直接去看就好了 直接去看 并且假设一个看起来比较复杂 也就是原子数量比较多的物质 先设它的系数是1 那我现在就帮你们设 四氧化氧蛋的系数是1 这样就可以确定 反应室左边 氧原子有4个 所以右边也必须要有4个 那接下来的步骤 大家就自己做了 大家可以自己把整个反应室平衡好 系数应该是2,1,3,4 那绝大部分的反应室直接用看的就有办法平衡 这个方法称作观察法 但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反应室 有时候还是可能会碰到用看的 会同时好几个地方的系数都没有办法确定 这时候你可以适时的假设位置数 再去解方程式 这个方法叫做代数法 那如果是氧化还原反应的话 还可以用氧化素的变化来平衡 不过这个选修化学才会教 那不管用什么方法去平衡 平衡好以后 这些系数所代表的意义就是 两个联氨分子 和一个氧化氧分子去反应 可以得到三个氮气分子 和四个水分子 必须要把系数平衡好之后才有个数的关系 如果可以看左边两个联氨分子 你才会有八个氢原子 才有可能产生四个水分子 然后你有了两个联氨分子和一个氧化氧分子 总共才会有六个氧原子 来产生这三个氧气 所以这些系数比所代表的关系 就是个数的关系 但其实在化学中很少会去算个数 我们通常都是把好多个把它数成一组 说它是一木耳 所以这些系数比 其实代表就是木耳数的关系 所以在做化学计量的时候 你需要先把你已知的数据 全部换成木耳数 只有用木耳数 才有办法去计算 第三个步骤 就是要全部换成木耳数 把大化换成木耳数的方法 大概有四种 第一种很常用的就是 你知道物质的质量 那你就用质量 去除以一木耳有几克 质量去除以木耳质量 就会算出木耳数 那什么是木耳质量呢 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原子量 分子量 或者是适量 这三个名词的用法 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所以我把它写成木耳质量 但是这个差异是什么 在化学计量并不重要 反正不管是原子量 分子量还是适量 都是一样 先把物质的化学式写出来 再把里面每一个原子的原子量相加 就会得到木耳质量 第二个算木耳数的方法 就是容易 知道容易的浓度 那体积木耳浓度 会等于木耳数除以体积 所以要计算木耳数n 就用体积木耳浓度 乘以容易的体积 体积木耳浓度的单位是大m 大m代表木耳数除以公升 那这样算 常常算出来的木耳数很小 因为通常体积不会用到一公升这么多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用另外一个单位 大m除以毫升 毫升就代表10的-3公升 所以算出来的木耳数也是10的-3木耳 而这个10的-3木耳就称为毫木耳 第三个求木耳数的方法是由定义 一木耳就定义成6乘以10的-23次方格 精准一点是6.02乘以10的-23次方格 从这边就可以算出木耳数 就等于你的粒子个数 再除以6.02乘以10的-23次方 那通常为了方便 就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就好了 第四个方法是气体专用的 气体很容易去量它的体积 那所有的气体不管是哪一种气体 只要它在0度C-EATM下 每一木耳的气体都会有22.4公升 那这个0度C-EATM就称作标准温压 或标准状态 英文简写成STP 代表Standard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那还有另外一个常用的温度压力 是25度C-EATM 这时候温度上升了 气体一样会热胀冷缩 体积会变大 变成24.5公升 那这个状态是常温常压的状态 英文就写成NTP 代表Normal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那我们就再回来看刚才的例子 现在可以有个具体的数字 在反应的时候 我放了16克的连氨 和46克的四氧化热蛋 要怎么把它换成木耳数 应该用哪个公式 有质量 所以用的是第一个质量除以分质量 好那大家可以自己算算看 蛋的原子量是14 氢是1 氧是16 算出来应该都是0.5木耳了 那做完这三个步骤之后 我们终于可以正式开始计算 你的反应物需要多少 产物会产生多少 化学这样的第四个步骤 就是要写出反应三阶段 这三阶段代表反应前 反应中还有反应后 在反应前这边 需要写上去的就是 你放了多少东西 从刚才的计算就知道 放了0.5木耳的连氨 还有0.5木耳的四氧化热蛋 那为了避免你算一算之后 忘记单位是什么 所以通常第一行 我会把单位写上去 算你现在固定用木耳术 但有时候你也会用毫木耳术 或者后面会学到 某些情况你也可以选用浓度 来作为单位 那下一行是反应中 反应中要写的就是 反应的时候消耗了多少 木耳的反应物 产生了多少木耳的产物 那我们刚才有说过这些系数 就代表每消耗2木耳的连氨 和1木耳的四氧化热蛋 一定就会产生3木耳的氮气 还有4木耳的水 消耗和生成的比例 会符合系数比 那我们先要计算的是 完全反应的时候 也就是说把比较少的那个东西 完全用掉 来看会产生多少的草物 完全反应就代表量少的 会用光光 要怎么判断量少的 课本都会告诉你 去找那个木耳术 除以细数的数值小的 但是我就很不喜欢背公式 所以我也没有背这个 反正你的反应物就只有两个 就多试试看就好了 那假设 我现在觉得四氧化二氮 N2O4是少的 我就把它全部用掉 代表反应中用掉了0.5木耳 就写-0.5 那问的要符合系数比 N2H4它的系数是2 它用的量会是2倍 就必须用1.0木耳 可是我一开始根本没有1.0木耳 就只有0.5木耳而已 没有办法消耗1.0木耳 所以代表你找错了 少的不是N2O4 而是N2H4 那就插掉再重写一次就好了 现在正确的要写 N2H4-0.5木耳 全部用掉 N2O4根据系数比 就用了0.25木耳 产生0.75木耳的氮气 还有1木耳的水 最后就可以算 反应结束以后 就是把上下两行的数字加起来 反应结束后 没有剩下N2H4 剩下0.25木耳的N2O4 还有0.75的N2 跟1木耳的水 那化学机样做到这边就完成了 已经得到答案了 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 就是投入16克的联氨 和46克的氏氧化二氮 到底最后会产生什么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答案是 剩下0.25木耳的氏氧化二氮 产生了0.75木耳的氮气 还有1木耳的水 那像是联氨这样子 在反应中完全被消耗掉的 就会称作限量式计 限量式计就决定了 其他的反应物会消耗多少 还有生成物会生成多少 刚才第二行反应中的数值 有办法写出来 都是因为我们知道 联氨-0.5木耳 其他就是根据系数比算出来的 所以限量式计的量就决定了一切 要是你真的去做这个实验 常常都会发现 你去测量生成物产生多少 跟这个理论计算出来的结果 都不太一样 所以做实验的时候 常常会计算产率 产率就是用实际 有实验求得的产量 去除以理论计算 该化学计量计算出来的产量 通常是用百分比来表示 那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代公式看看 假如我现在实验 去测量产生的氮气量 发现它是0.5零木耳 这样产率就会等于实际产量 0.5零木耳 再除以理论产量 刚才计算出来的氮气 0.75木耳 你就除以0.75 就会得到百分之六十七 产率是百分之六十七 那大部分的情形 产率都会像现在这样 算出来不到百分之百 那这是因为我们计算 是计算完全反应的结果 反应完全向右进行 但是很多的反应 不会完全向右进行 它也会向左逆回来 这种就称为可逆反应 那还有第二个可能 就是实验操作的时候 因为那些容易到来到去的 很有可能中间会有一些损失 就造成你收集到的产物比较少 所以产率算出来也会比较低 但是偶尔也会遇到 产率算出来大于百分之百 代表实际产量大于理论产量 那这理论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理论产量已经是完全反应 最完美的结果了 所以通常产率算出来大于百分之百 大概就会推测你收集到的产物 像我们现在收集氮气 但收集到的是不存的 可能混了一些杂质 像是你收集氮气的时候 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空气混进去 就会造成产率算出来比较大 那今天讲的这四个步骤 写出反应是平衡系数 全部换成木耳术 还有写出反应的三阶段 就是只要你有遇到化学这样的题目 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尤其是越复杂的题目 你就越需要把这个反应三阶段全部都写完整 如果想要看更多题目的话 简介来会放一些 以前有讲过的 学测或是分科测验的题目 那等下一样有准备一题让大家练习 那等下一样有准备一题让大家练习 准备一题目 里面的一样有趣 最好有适量 需要用这个双方 全面的一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